那如果說中間如果要寫戰車,有不會或是怪怪的不懂的,就旁邊互相討論一下 喔對喔,就直接出來討論啦 說真的這個東西,你就算copy那個官方的那個什麼範本,至少也有50%勝率喔 是嗎?有嗎? 好啦,我寫的怪怪 官方的可能比較容易,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我有一場很好笑,那個什麼一開打的時候,我就出現在對別人的砲管前面 然後對別人砰砰砰砰砰砰,我就掛了 我根本連走都還沒開始走 你今天沒有寫那個碰到戰車怎麼辦,我就卡到他靠管正前方 會不會閃這樣子 你不懂我不懂 好啦,大家好了嗎? 今天會補充一下JQuery的Selector 還有還有DonTraveler 加一點Event好了 我根本繼續嗎? 我繼續嗎?好 我直接開JQuery的官網這邊 因為我懶得rollJQuery的Library,他官網一定會放 那有時候,我們現在怎麼知道我們到底 尤其我們在別人網站嘛,我怎麼知道別人JQuery有沒有被讀進來 其實我們就這樣看就可以了 第一個看有沒有星星,但星星不一定準 加個點 看有沒有JQuery 好吧,他特地官網好像拿掉了 另外一個就是看有沒有JQuery這個 如果拿到東西的話,這個就是那個JQuery的讀進來 那其實要注意一點就是,其實在一般的就是其他的網站上啊 要注意一下,其實我們一般的星星我們也拿到的東西 為什麼講這不準 因為上星星這個並不是JQuery 好吧,這個是 這個是JQuery 那有的PostRive有錢嗎? 我隨便找一個,一定沒有JQuery的 好吧,我開一個新的,這邊一定不會有 這個是 這個,這個就不是JQuery了 好,他這個其實看不到是一個標準物件的一些內容 像這個是 像Chrome啊,或是 Upperware 他那個內建的一些 他內建的 開發的工具 給你的快速選擇的一個 API 一般來講說其實這個只有在這邊打才有用 你在你的層次裡面打是找不到任何東西的 他其實跟一般的 JQuery用法其實也蠻像的 按照DIV也找得到 可是你要注意,他算回來的是一個標準的動物件 他並不是JQuery物件 好,那我們先回來講一下JQuery 補充一下JQuery的一些Select 這也沒有講很清楚 好,這個是JQuery JQuery基本上Select 他會跟那個CSS的Select 非常的像 但他有多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比方說像我們打DIV 這個用法是一模一樣的 就找所有tag是DIV的這個物件 就一堆 超多 這個是一個JQuery物件 那 有一些什麼地方會跟 跟那個CSS不大一樣 他就用很多的像這個冒號 一個Filter出來 他Filter其實蠻多的 他比方說我們可以選擇 ODD嘛 激素的 就會跳一個 就只取一個 另外一個不取 ODD 另外一個 就是EVEM EVEM 偶數或激素 這其中一個 那或者是說其實他也可以取些其他有的沒有的 比方說就是像 我們可以用Contents 包含 包含 就是看他的這個tag裡面的物件包含什麼東西 不要說如果說 包含Download這個好了 這樣 Download 包含這個字串 他就直接把有這個字串的抓出來 第一個 Download 有Download的才把它拿出來 那是他以上的就好 對啊 其實包含都全部一起拿出來啦 其實一樣講 因為這個 物件比較複雜一點 好沒關係 我大概講一下 或者說其實說像 其實他很多啊 像是 或者是你可以 像我們之前講過指定ID嘛 其實說你也可以指定像 呃 比方說像有沒有Class之類的啊 Class可能就像這樣子 他這個 用把AW去取 這樣子也可以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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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 嗯 嗯 我把它叫 放Train 這樣就取到兩個 這兩個 或者說其實他有很多像是 意思 或是說是像 Not 或是 這個等一下 我先講比較容易的好了 像我們可以取 我們要DIV 我們可以取第一個 我們拿到說 剛剛看我們DIV拿到這麼多個嗎 如果我們只要拿第一個怎麼辦 叫EQ 只要第0個 然後 所以我找到第一個 DIV EQ 那如果說我們要找 1到3個 我們可以用 less than LT 3個以下的 以3小的 只有012就取3個 1 2 3 或者是你可以取 也可以取 3個以上的 3個以上的 那記得喔 就是3以下 跟3以上 是不保證3喔 欸要記得 它的編號是從0開始算 那其實除了 我們這樣子去做的話 其實它除了在寫在這個 Slack的裡面的話 它也可以寫在外面 然後我們可以就這樣子 EQ 這也是個做法 也可以取第一個 用意是一樣的 所以當然它也有LT 啊 欸LT有嗎 LT沒有 它只有EQ而已 那如果說你想找的複雜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filter 去自己找說你自己想要的 那filter裡面就是一樣傳一個function進去 那function它這邊就是一樣 它會傳入一個 這邊其實不用帶東西進來啦 其實這邊的lease就是 它的lease lease就是說它會 把這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element 就一個一個傳進來 它lease會一直換 如果這lease 它的 我要取什麼呢 嗯 好吧 隨便拿一個東西好了 它的有顏色的好了 那就 不等於 這會拿下一個return這樣出來 有顏色的 有一天一個true 如果是true的話 它就把這個留下來 如果是false的話 就把這個D掉 對 因為這個拿出來的話是標準的洞 不是JQ的物件 所以我把它包起來 這樣 好 我就可以拿到中間有顏色的任何一個物件 好啦 還是非常多 或者是說 其實它還有很多不同 像JQ 所以其它有趣的地方是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取法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取法 比方說像 我先隨便找一個好了 我找 好我找這個物件好了 叫Local Events 那叫標準的取法 Local Events 它就是這個 然後這裡面包含幾個物件 有幾個動元素 我們看一下 還有一個 這個 before h2 跟erside 這幾個東西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 用這個東西來當做它的 嗯 就是一個參考位置 比方說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這樣子 動 這個 然後我們把它取出原始的動物件 然後我們現在看動是什麼 我們拿的是標準動物件 這個不是JQ的物件 這個不是JQ的物件 它是標準動物件 那我們從這個標準動物件去取東西的話 幾個做法 像我們想取中間的h2好了 這個 想取這個h2 我們可以這樣寫 第一個做法就是 一樣 $side 然後 就動 把它轉換成JQ的物件 然後去拿 用fine的 fine的是找小孩 好 這樣就找到了 這第一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其實你不用透過物件 這樣你也可以直接用$side 因為我們要找h2 就h2 然後把動物件放在第二個 它會自動把這個轉換成 這兩個轉換成上面那個語法 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是參考位置 然後去找它 上次跟fine的用意是一模一樣的 這其中一種做法 那除了像fine的話其實 很多嘛 其實它做法非常多 像 你甚至可以 動嘛 然後你不用fine 你可以用 children children如果不給它任何的東西的話 它拿到它是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在children裡面給它一個selector 拿到意思是一樣的 拿到意思是一樣的 也是可以這樣拿 外面 不過記得就是像這種children拿這個 它是只會找一層 trudion只會找一層 所以你看它這邊只有h2跟h2 它不會找到下面一層 可是如果你用fine的話呢 fine會在這個動物介面全部一起找 它就會找到這個 會找一個h2裡面的a 好 那除了像這些東西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像是 它其實還有很多像 is 或not 像我可以用一個is 找一個 比較容易解釋的 找一個 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 這邊沒有 那我就自己做一個 像我做一個checkbox 好了 jquery也可以 jquery如果說你給的話是 有這兩個腳括號刮起來的 像這樣子 input 這樣就等於是一個new一個物件 沒有腳括號的話 這是選擇所有的input 加腳括號 等於是new一個物件出來 那這邊 然後說我就這樣寫好了 其實是因為html 它就把html 變成動物件 對 可是在畫面上沒有 因為沒有finding到 那個body去 對 你要給它一個標準html 的語法的話 其實也不用給它標準 只要給頭就好 像我只給input 或者你給一個a 或者你都無所謂 就算沒有封起來 它沒關係 它會自己去判斷 那我想要做一個checkbox 對 我故意像這樣子 可以事後再把一些內容加上去 要加type type的話其實jquery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attr 一個叫prop property 兩個上接到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它有一點點稍微不同的地方 像這樣 attr 好 如果我們只給一個參數嘛 叫type 我就是要拿它的atube type 會拿到什麼 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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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property的話其實就代表說有預設值的東西 property attr 只是單純從洞裡面去拿它的屬性出來 property的話會說 拿那個屬性拿出來 而且並且寫進去看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這個洞 物件本身擁有的東西 如果是的話 它可以存在一個預設值 它預設值的話是 因為像我們是給它一個input input上它type的預設值是text 所以它會存在一個text 好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其實我們要指定它嘛 其實我們用prop 或者是用property都可以 把它轉 我們要用一個checkbox type是checkbox checkbox checkbox 好 講究一個input的type等checkbox 好 那我們把這東西加到畫面上 用body 然後怎麼加到畫面 用append append是加到這個物件的裡面 好 我們append上去 剛剛叫ck嘛 加上去 好 丟上去了 append在最後以後 不好意思 是誰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我要講另外一點 就是如果放錯位置怎麼辦 其實上次我們的參考這CCAM還在的話 重新append之後 重新移到其他地方位置的話 它就會不見 像我們要放第一個叫做prepend 它就不見了 它就會爬到第一個上面 最上面來 在這裡 你不管append幾次或prepend幾次 只要你append是同一個物件的本體的話 它就會 遲到你那新的位置 會把舊的把它拔起來 這個jQuery的特性 那我剛剛要提到就是ease 像我們剛剛ck ck這個是一個checkbox的jQuery物件 那我講ease是什麼 像比方說 jQuery有很多的不同的selector 它其實可以擺在這邊 像如果我們希望它是 我們要選一個input 不要用ck好了 用這樣最容易 像我們選所有物件 我們選一個所有物件 星星就是所有物件 那如果這邊我們用 我還是講ck好了 ck.is 好這樣其實很明顯是什麼意思 其實像這種語法就是 其實 像在寫分work的時候 就盡量用這種語法 就是一看就知道它在幹嘛 像我要選這個ck 不然這個ck有沒有被選起來 它是false 它沒有被選起來 打勾的話呢 就一樣 它就變true 同樣的 這有意思的話就會有not not 沒有有被選 沒有被選的 因為這被選的 所以not是空的 not是比較像一個filter 好 好 這是selecter 對 它是一個selecter 應該算一個filter 它應該比方算一個filter 就是它在所有的物件裡面去 把它過濾掉 然後只留下 有這個或是沒有這個的 意思的話就是 去判斷說 這個東西是或不是 真或假 如果反過來的話 我記得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意思 它是沒有被選的true 打勾 它就是false 那你也可以寫在裡面 其實很多的 一些不同的過濾符號 那其實你在往上或往下 也可以去找 像 它有很多不同的traveling的方式 像我們可以找它下一個next 它下一層就是header 因為我們放在body裡面 它下一個就header up 所以你可以用previrus 找上一個 就prv而已 這樣 因為它第一個嘛 我們剛剛prepand 它是第一個物件 所以它並沒有在往前的 或者說可以找它兄弟姐妹 叫siblings siblings 所有的 跟它同一個平行 平行階層的物件 都一起被列出來 也就是siblings 那其實剛剛講過 其實說像 比方說像 它還有 其實像jagre還有一個就是 之前講過jagre它是一個 可以連續呼叫的一個物件 你可以先指定它的 css 然後再指定它的attribute 然後再指定它的 全部都寫在一起 比方說像我們可以這樣子 把它的 check 把指定為force 它就不會被選起來 在同時呼叫 比方它css 它的 border好了 border 把它變大 好 我們再去呼叫兩次 它可以一層一層一層串下來 好 border可能就還沒有什麼效 應該加個其他東西 這樣看不到不明顯 好 anyway沒關係 我只想說是它可以一層一層串下來 所以它其實像我們其實也可以一層一層往上 用這種方式一層一層往上找 它可以找它parent parent parent就body parent我們可以再找find 它的小孩 比方說body我們找一個h2好了 下來 每個h2都列出來 那像 找到這個h2之後呢 其實如果說我們再想再回去找parent怎麼辦 我們已經往下找一層 它一層再往下找 這樣它會放一個麵包屑 所以這樣你再加一個and 它會又回到body 所以現在往上找一層 再往下找h2 and就是會把上一個取消掉 也不是要取消啦 就是再回到上一個 回到這個階層 那不過這個用的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放了位置 就是你最好就是用那個縮排鍵把它比位置 就知道你找到哪裡去 最好去再看一下 先把他清除 像如果像這邊的話 其實習慣會這樣 說白會這樣打 parent 好找到一個parent 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可能就 同一個css我們就放在一起 點find 如果像我們這樣 用剛剛同樣的區域找的話 點find 下一個的話 如果他做個css 比方說像這樣子 那下一個如果我們要and 記得就是我們用and之後 下一個再做任何事情的話 再回到上一層 這樣你看就很清楚說 他們是哪個階層的東西 就會看很清楚 紅一排就是同一個的 同一個位置的 好 這是 jquery的selector 再來講一個 我把他講一個 噁心一點的東西好了 然後我們清掉 這個就不需要 jquery了 再提一下 事實上我們再來講說 javascript所有的東西都是物件嘛 所以javascript任何東西 他都是 object的一個 實體 像我們如果 如果說我們 制定一個 o 是一個 空 object o 就是instance 他是instance object嗎 他是true 所以他任何東西都是 寄成於object底下 所以object有幾個 特別的一些屬性 可以讓大家去玩 比方說 我們弄一個噁心的 像 我們在object這邊 我們自訂 object可以自訂一個 新的方法 他的成員變數給他 叫object.defineProperty 然後把你要 自訂物件的內容給他 像我們要自訂o o o我們要給他多一個屬性 可能叫做 pp 好 然後再來是 給他一個預設值 正常來講的是 這個是最基本的寫法 誒寫錯了嗎 這是description 那這個 這個我們先不想這一 我們先把它定義一個這樣子 先不給他 好吧 他一定要給 不然我就直接講了 在這裡 就是value 就是value 看一下 對 有個叫value defineProperty 是一點物件 屬性內容 然後這是他的屬性的一些 描述 然後像我們這邊就可以給他value 0 0 那我們看一下up 我們這個o 就多了一個 乘一個叫pvp 那是0 但我們為什麼就是不要這麼麻煩 我們不直接這樣寫 當然這樣子這種做法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還可以寫1啊幹嘛之類的 隨便 那ok 可是有什麼樣的這種做法 因為這種做法其實它這個是一個description 這個有很多很邪惡的東西可以放在裡面 我們除了可以指定他的內容給他 我們甚至可以這麼做 可以給他一個 setter 當我們指定一個內容給他之後呢 假設我們這邊 指定一個value給他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像這邊我們應該怎麼寫呢 好 value 這會等於 可以這樣寫 好我們先不寫get好了 get就保持原樣 get好像我還是寫好了 這樣比較清楚 set就可以給他get get被call的時候他不用給他參數 直接return 標準value給他 這個意思應該不用 這樣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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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不能這樣給吧 應該是吧 要忘記了 看一下 SAT 還是要給另外一個東西在裡面 不能直接這樣給他東西進來 所以其實好吧 沒關係 這個我想講的其實這個不是重點 我想講的是 其實這邊其實你可以在SAT跟GET裡面放很多奇怪的東西進去 比方說像 可以直接給他這樣 不是Lary吧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 這樣也不行 不能有This呢 你把預設值拿掉那個 你把預設值拿掉那個 然後PBG加領 在Lease 對啊 他好像不讓你SAT跟你SAT 對對對 欸 沒關係 這樣來講話 不用List啦 Oh就可以了 搞那麼複雜 欸還是不行耶 不可以List 這個才可以 欸不FALSE 不然我這樣玩 好吧 我們換另外一個啦 換一個變數 因為PVP已經被我們用過了 像是第一次在DeFi的時候可以用 我們就不用PVP了 我們就給他 Aaa 過了 太好了 好我們看 upject上 我們拿upject出來 他這一個PVP 我們看不到Aaa Aaa Aaa為什麼變成他是半透明的 因為我們給他的一個SAT跟Gator 為什麼講很邪惡呢 因為他這個給SAT跟Gator 他call的十幾點非常奇妙 像比方說他並不是像我們傳統一樣 就是我們用個Function 我們現在給他一個Function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真的Functioncall 比方說我們這樣子 O.Aaa 等於 100 然後我們看O.Aaa變什麼 他是200 為什麼 我們進去一個SAT給他 他故意把乘2 再把他丟回 塞進來了 如果說我們這邊的Gator 都把它改變耶 我沒Gator都給他亂改 沒Gator都給他亂改 好吧他不讓我Delete 因為已經用過了 好 像這個通常講是已經DeFi過 就不能再DeFi第二次 這要記得 當然你可以先把它毀掉 其實可以 好我們這樣來講 因為這樣來講的話其實 要另外一個就是 直接重新給他一個Description 然後叫做 SetDescription Object ApplyDescription 什麼東西的 可以再來猜一下 其實要講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其實這個來講說 其實他就是你在有一些東西上面 你會覺得好像很方便 很好用 你做了一個事情 他就自動幫你把一些內容去改變 像 我可能就是這樣寫好了 就一個 object 然後 解敲 Multiple 任何說 我這樣寫好的 這樣好像就很方便 我們就給他一個object 對 給他20 Loop Loop 我摸到什麼東西嗎 你不應該O點 歷史 不用歷史啊 就直接這樣剪就好了 對 Loop 我都玩過了 重新整理好了 O要先幾半 記得O一定要是一個Object可以玩才會玩這些遊戲 他怎麼幫你撐起來 好像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 這不怎麼幫你做一些事情 我們其實講這個叫做Synetase Sugar 他很多東西像是藏在 一般的程式的裡面 你不知道他做什麼事情 可是看起來好像很方便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次有時候是蠻危險的 這個其實我不建議 我會告訴他 大家可以這麼用 但其實我不建議大家使用 他會把一些 你應該知道的Call 藏在物件本身標準的語法之中 他明明是等於而已 他這個等於去Call了一個Function進去 這樣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這樣來講說我們如果說要做一些 隱含的話 其實我們就還是一樣用物件Function把它包起來 這邊一定要做Pirate變數 然後SET跟Cata我們就一樣用Function 叫SET 那如果知道JQuery慣用的寫法的話 我們會這麼做 如果 Type of value 是 onDefine 如果是onDefine的話 代表說你沒有傳那個東西進去 代表說你要拿值 return 底線P 如果有的話 else 我們就把 底線P 代表 Value 好 再來 running 給它一個名稱 叫一個object 好了 叫給它 大mie 其實這是標準的物件寫法 給new大O O本身他的 set 其實剛剛另外的get 沒有set,沒關係 set,因為他目前沒有define 沒有東西 O 沒有,拍謝 我打錯了 這個再改一下 把public出來 這樣 這樣 把public出來 這樣才對 然後new 會產生一個新的instance,新的實體 出來應該是0 是沒有,一開始預測時是0 直接預測出來 可是如果說你給他一個值的話 100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像這種作法是比較漂亮的 就是你知道他隨時在幹嘛 set或get在幹嘛 你知道在幹嘛 而不是要用上面的get跟set 藏在裡面 他什麼時候等於什麼時候 拿出來都被改變你不知道 今天我是存進去的改變 如果今天我是拿出來的時候 我拿一個假的值給你,你也不知道 甚至如果說你只是改值那就算了 因為這個值只有你自己知道 如果你去改到其他地方 就更好笑了 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發生這種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發生這種事情 比方說如果說 我幹一個比較極端的狀況 我就一樣用 upject 點 defy property 一樣剛剛小歐 我訂一個新的function叫 say hi 好,給他一個description 好,給他一個description set給他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是做一個 把log 把log起來 叫say hi 叫hi 然後加varium 然後我們幹一個 比較噁心的 比方說像 好 我們看say hi 變什麼東西 你當你看到say hi 其實你也感覺很簡單嗎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say hi 我們叫做 hi hi tom 他會跟你hi tom 然後雙式把我們整個畫面給幹掉 甚至你在開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回了你一個hi tom 可是他同時做了其他多餘的事情 這有講sight taste sugar 講語法的糖果 糖果通常都是有毒的 所以經常就是在用的時候 其實經常比你的這樣使用 好,九點了 好吧,那 我講最後一個 叫 event bubbling 就是事件的 事件的 泡泡,應該這樣講 我這邊先直接寫這樣比較快 現在是一個空的嘛 element沒有東西 耶 那邊 這邊再改一下下 先把他清空 然後我們給他寫個div 這個叫d1 div 第二個叫id 等於d2 這樣就好 就兩個div 好,拿掉 第二個div 我們給他 逛color 給他紅色 然後大小做大一點 然後大小做大一點 with 等於200pc hat也等於200pc 好 他的chart還有d2 d2我們就一樣 d2我們就 d2我們就 background color 我們給他綠色 然後 with 給他100pc 好 所以這是一個body 然後這是一個div1 這個div2 一層疊一層 今天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那我們給他一些 加一些事件上去 像click 好了 像其實我們可以 呃 我們如果說在標準沒有接query 要取物件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做 叫document 點query selector 這個 query selector 其實用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要拿d1 好 我們可以拿這個d1 好 我們就給他一個add adevent listener 然後給他一個 事件名稱叫click 給他一個function 然後click就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們先做的最簡單 就console 你是d1嗎 就call console d1 好 這樣合理 所以我們點他的時候 就去點d1 點這邊沒有 那問題來了 今天如果我們說 我們是給他d2好了 d2 好 我們d3給他console d2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d1也被觸發了 d1也被觸發了 他先觸發d2 再觸發d1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事件 你看就是他會先觸發 最上層的 再觸發這一層的 還有我們講這個叫一個 事件泡泡 他會先從最下層的往上 一路往上傳 我們點在這個位置呢 他會先看到這個綠色的 先觸發他 然後再往上看他的parenpapa 再觸發他 這個呢就是 他的一個事件泡泡 通常來講就是我們是由下往上 但如果來講其實你也可以逆著過來 其實也逆著過來做 這樣我先重新整理好了 這樣我先把他copy下來 把他copy下來 先copy下來 先整理 好 一樣 今天如果說我們是 那個 addEventEastern 他是第一個是click 第二個是一個function 如果呢今天我們這邊 給大家多個參數 叫tue 叫tue D1 我們也給 做一個 也叫tue 這個差異在哪 我們等一下看看知道了 他先呼叫了d1 他這個就是逆向的 一般我們正常來講說 我們的事件呢 是 bobbling 是由下往上,由chard往ペロ往上找 那我們給他一個出文呢,這個叫做catching catch,capture capture是反過來,先由上往下 事實上他一個事件的順序是,先由上往下到最下面 找到最終的目標之後,再由下往上,上升上來 他是一個往下再往上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其實在 找其他呢,是一個蠻重要的觀念啦 其實在Jackery,或是到Hoke Toshi來講 其實大家都認為就是理所當然 其實大家都是用那個pubbling,叫bubbling 由下往上,這個往上有順序 大家記得就是你往下觸發就一定往上觸發 那換我講吧,如果說往下觸發,不想往上觸發呢 有一個叫prevent propagation 直接查那個好了 return false return false那個有點不一樣 對嗎? return false就是,他把預設的行為取消掉 對 那prevent bobbling的話是說 把這個事件上升的這個過程 把它停下來 像我們最常用return false的話 就是像我們點一個A,A這個link 如果我們A這個link,一般點下去的話 我們會跳到另外一個網頁嘛 如果你希望他點下去的時候,不要跳到另外一個網頁 你就return false 或者是用event event.prevent default 也可以 event 看一下event pulotype.prevent default 用這個 用這個 或者說像剛剛講說 有一個叫做 這個cancer bobble 這個也可以 把這個停下來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prevent propagation 是不是 stop propagation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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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其實兩個是一樣的 一個cancer bobble 跟stop propagation 是一樣的 cancer bobble 用在 i19之前 它是cancer bobble等於true 它就會停下來 那之後呢 就是用stop propagation 用這個 好 這個事件呢 就是一個事件的一個補充 今天大概先趕快到這樣子 有點慢 我們趕快開戰吧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太強了 好現在 鏡頭交給方內主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嗯 欸我要點你的禮物 我可以走 嗯 好吧 我現在有看這要做 不然 叫你個Biton 可以就好 哈哈哈哈 那帳號都要給我吧 因爲 因爲以這個來說的話 就變成是 我要去打某人的話 就變成是 嗯 我一定要 這樣子去打 所以 我的想法是說 就變成是 反正 我們接下來打就是 A對 B 然後 B對 A C對 D 那我們就到 A的電腦上面去 OK 好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多少人報名 我們看一下 欸 那個 你要用哪一隻啊 Bombling還是User 感謝這隻不要有贏面 欸這隻 我跟他好了 哈哈哈哈 沒關係 反正都有最後一個 哈哈哈哈 那Bombling 我就先放到下面去 小顏子 好 第一站 誰跟誰 衝 那 所以 第一站 第一站 是 Miccat 跟 Multi3 MultiTask 好 開戰 OK 那就在 反正你在直播 哈哈 直播 欸 Miccat 還是 誰的 Multi3 誰的 今天沒來是不是 今天沒來 對對對 他今天沒來 哈哈哈哈 好 好 沒關係 萬一他贏了就糟糕了 哈哈哈哈 今天就停下來了 對 咦 咦 為什麼 咦 Random 他賣一個 Server Render Render 超不穩 他不是Local 喔 對啊 上次那個第一次我在玩的時候 那RandomPike也是壞掉 對啊 會不會今天都一直壞掉啊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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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也沒辦法打他 因為 也有可能是他正在改Code 所以Code是壞的 好吧我們先來第二組好了 好吧 有了有了 哎呦 喔出來了 開戰開戰 這個誰是誰啊 可以測試我 OK 這個應該一樣吧 哈哈哈哈 這個贈吧 好完了 欸欸欸欸 跑回去了 我真的會打很久 我覺得他會 他會贏欸 糟糕 你說擔心他少露你嗎 被撞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還是沒中 我還在打很久喔 呵呵呵 你實現現集喔 還第一組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還沒中 一個互相逆死的狀況 你們還一開始有被打造 所以 這句應該是我會輸 啊糟糕他贏了 糟糕 你有下一場 噔噔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下一場欸 哇 沒扣我兩分 呵呵呵呵 好吧我們先看下一組 好吧 史萊姆類型 沒關係 絕對有最後一組 呵呵呵 呃 呃 OK 因為就變成是 呃 呃 在誰有點忙忙看 好 對 一動 一動 對 史萊姆 對 史萊姆 嗯 噔噔噔噔噔噔 你怎麼 哪 拿兩把槍打史萊姆 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 呵呵呵 波波波波 為什麼要兩隻 喔 幹幹幹 哇 血過超快的 唉唷 我看六一隻喔 不錯 欸欸欸欸欸 竟然 竟然 史萊虎要贏了嗎 沒有 因為他兩隻血量跟一隻血量是一樣的 欸~~ 這個賽結果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立名這新技術史萊姆囉 史萊姆贏了 那些LV2 神奇 LV2 好下一組是 所以下一組是 史萊姆對My CAT 沒錯囉 對呀 可以可以 可以跟他打OK 你前面要升級 我連那個最初級的VOL打不贏了 應該說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一隻我會 可是不一定 不知道不確定 我居然輸了 哈哈哈哈 對呀 史萊姆莫名其妙禁止 我覺得史萊姆是殘免一半對不對 是不是要按一下 對 喔有了 對呀 對呀 幹我真的覺得我贏了 哈哈哈哈 我打到 因為我是偏白補陣 可是他亂掃啊 他覺得你都沒打到你 當然啊 對啊他是亂掃 他沒有三角度 對啊有補陣跟發生的 耶 搞錯了 幹嘛啊 幹嘛啊 誰還誤謊了 我很奇妙哦 哈哈哈哈哈哈 你剛剛不是說我為什麼會死 哈哈哈哈 再來決定第三名 哦所以說 再來決定第三名 第三名 就我跟那個啊 哦對對對 現在目標確定是 SIM第一,Mycare第二 好,來看第三名 世界太神奇了 Fight 我剛剛沒有改靠我身頭 我剛剛都在錄影頭 我有影片為陣 太神秘了 太神秘了 哦 哎呀 哎呀,新鮮打掉我自己而已 哦 上面那個血騎是沒有很準 開兩隻血量跟一隻一樣嘛 對 所以其實說不準 嗯,對說不準 攻擊力也有減快 如果沒有控好的話 那個什麼,開兩隻 然後那個自己拿自己血就 哦,好難講哦 哈哈哈哈 對啊,目前兩邊的 損血量是相同的 哦哦哦,擦彈擦彈擦彈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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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哦刺彈 那個...接搶好的劇超高 沒錯 很策略 哦 被扫了快好了 噢~~ 登登~~ 所以,Use of Support 第三名 這太神秘了 等一下,誒我真的要領最後名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剛剛輸了七百場,我不知道為什麼 誒奇怪,為什麼 為什麼 我給大家看吧 不是因為我剛剛一直都打那隻 Use of East Tank 我天生課了你啊 對,你就是天生課了我 因為你就是在跑 你跟猜拳一樣 猜拳嗎? 為什麼就是猜拳 不對哦 沒有啦,因為這種比賽要比很多場啊 理論上要比很多場之後 才會知道兩隻到底是OK 嗯 你又看你的運氣了 沒關係 沒關係,有運氣夠 哈哈哈哈 說的話沒關係 哈哈哈哈 這樣我就開心了 所以這一個是 喔,史萊姆對上面的水 你這樣不動 剛好被我這隻課 哈哈哈哈 那我試著跟熊打打打 哈哈哈哈 欸對,你沒有參加 嗯?喔對,我沒有參加 你剛剛也有參加才對 呃,也行啊 不過 那我就每次都打打看好了 哈哈哈哈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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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啊 勳者這還是很強啊 就跟泰拳一樣嗎 對啊,我們 我又打輸了 好吧,看看 你就每次都打打打看吧 嗯,好,每次都打打打看 好 但是 史萊姆王 嗯 直接單挑史萊姆 沒錯,史萊姆王 史萊姆很差的啦 真的啦 哈哈哈 很差的冠軍嗎 哈哈哈 很高 靠運氣 不知道誰 喔 史萊姆 出現了,野生的史萊姆王 打打我才會跑 你知道嗎 喔 就固定是砲台 打到才會跑 打到才會跑 唉唷 所以 嗯,史萊姆王獲勝 的確都是運氣 那 好 那按著順序來 Mic Cat 嗯 嗯,我發現對方伺服器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也就是美國的白天時候會特別慢 正常吧 呵呵呵 欸有時候會這樣子戰車沒有出現 欸 可我不是改過了嗎 為什麼還會到 不是因為剛好三連線 兩個都scan down 你家中間就會被 就被save 欸欸欸欸欸 欸? 欸? 奇怪 我料我設定引擎 嗯 嗯 可是你會 卡不中的先嗎 哈哈 哈哈 呵呵 都 剛好沒聊 你啊,我倒 這真的太機車了 幹 炮太多剛好對著外面 好啊 好啊 尷尬了 尷尬了 這是意外的牆 撞到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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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輸了 難打 好 最後 目擊天 噢 噢 噢 沒這種 沒這種紅組法 欸 又是盤過來了 這炮台位置真的要想辦法再敲一下 噢 超賽 噢 噢 哇 這樣子我打贏了史萊姆王 然後被其他三隻燃掉 哈哈 哈哈 說真的我那隻真的是運氣很好啊 哈哈 哈哈 我那隻奇妙的運氣的話 嗯 OK 那所以說 再打第二次應該都會贏喔 哈哈 所以說 我們要那個 我們要那個 頒獎 頒給史萊姆王 哈哈 哈哈 我就說我贏了很莫名其妙 哈哈 所以說你要這個還是 哈哈 哈哈 可以去灌喔 嗯 嗯 是海苔嗎 哈哈 哈哈 那海苔吧 剛好有 剛好有海苔 哦 拆掉啦 大概不能啦 對啊 也行 好 分給那個今天有參賽的 OK吧 哈哈 對對對 這個這個隨機心事太高了 他有水 有一位沒來 然後 然後 嗯 哈哈 哈哈 這樣嗎 哇 那個 嗯 基本上 雖然說 這一次的那個什麼 遊戲 這一次就先講結束了 不過 如果說之後大家 有寫新的那個機器人的話 我們隨時可以發起挑戰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超 超強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今天真的課我這隻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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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談他追我 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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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嗯 另外一方面是 我也想提醒大家 這個作業 基本上是 一個練習 那 前端 非常的 Drawscript 那 Drawscript 這種 就是所有程式語言這種東西 只有寫了之後才是直接的 嗯 所以說 嗯 對 還是要多寫 我們接下來的進階課程的難度會更提高 所以進階課程就開始有 門檻 就開始有門檻限制 那 門檻限制的話 那寫程式的 呃 能力的話 我們可以包含在裡面 對 所以還是 盡量 盡量跟著做的 好 接下來是 接下來課程應該就加到區塊應該差不多結束了 嗯 接下來我就講一些其他有的沒有的 其他周邊技能 像 影像處理啊 像之前講的Stripe啊 或像一些設計的法則之類的 好 哦耶 好 感謝大家 呃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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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神王 進階尷尷尬 神機屏尬